有XYZ三种元素 第二或第三周期的元素 他已经有限定在第二周期或第三周期 那他们在周期表中的相对相关位置关系如右图所示 这张图所示 那XYZ三种元素 元子的直指数合为31 则下列序处合则正确 好 那我们可以去假设一下 因为他已经限定在第二周期跟第三周期 所以我们假设Y的原子序如果 也就是直指数如果是A 那Z的话就会是A加8 好 他就不会有加18的问题 因为已经限定在第二周期第三周期了 好 那X的话就是A-1 好 那三个合 A加上A加上A-1加上A加8 好 会等于31 好 那3A就会等于31-7 就是24 所以A会等于8 好 所以Y这个元素 8的话是氧原子 好 所以左边的那个话是什么原子呢 好 蛋原子 好 那Z的话就会是氧原子 好 所以我们看A选项 X为氧原子 是错的 应该是氧原子 应该是氧原子 好 B选项的话 Y为氧原子 应该是氧原子才对 好 Z为0原子 应该是硫原子才对 好 那空气中含量最多的 为X2分子 没错 空气中含量占了5分之4的氮气 好 所以租选项是对的 呼吸作用需要X2 或者是不需要 呼吸作用应该是要Y2 也就是O2分子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给的答案 好 那也是用Y假设是A 那X就是A-1 Z就是A加8 然后再去解的A等于8 然后再去分别去判断 每一个选项正确与否